霍羅根 中國數學學派的創建者 人民數學家 在中國民間活躍著一批數學愛好者 被稱為民間數學家 他們並沒有受過很好的數學的訓練 但是又對數學的難題特別的感興趣 而且往往聲稱自己已經解決了特別重大的數學難題 比如說戈德巴赫猜想 這些所謂的民間的數學家 他們心目當中的英雄是霍羅根 因為他們認為說 霍羅根也沒有受過很好的數學的訓練 甚至也沒有受過很好的文化的教育 但是做出了重大的數學的貢獻 得到了國際的承認 真的是這樣嗎? 霍羅根的確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 他初中畢業以後上的是職業學校 而且由於交不起學費 很早就已經退學工作了 工作以後 由於他對數學的興趣 他自己從事數學方面的人憂 在一些期刊上發表了數學的論文 所以在1930年引起了清華大學數學系的主任 雄慶來的注意 把霍羅根招到了清華大學的數學系去工作 從助教一直當到講師 所以霍羅根雖然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 但是他在很年輕的時候 就已經進入了數學家的圈子 受到了他們的熏陶 在1936年的時候 有一個著名的國外的數學家到中國來 他見到了霍羅根 然後把他推薦到了英國劍橋大學 大數學家哈黛那裡去工作 霍羅根在劍橋大學工作了兩年 在這期間哈代曾經建議霍羅根說 你能不能讀一個博士學位 按你的這種水平的話 兩年就能夠拿下博士學位 霍羅根找了一個理由 把他婉拒掉了 真正的理由是什麼 真正的理由是當時霍羅根拿到的 獎學金是非常少的 他還要養活一家 所以連要讀博士學位 需要的那一點點註冊費 他都拿不出來 只好把它拒絕掉了 這樣導致了霍羅根一輩子沒有拿過學位 一直到他的晚年才獲得了榮譽博士的學位 抗治戰爭爆發以後 霍羅根回國到清華大學 到西蘭年大當教授 抗治戰爭勝利以後 霍羅根又出國到美國去當教授 1950年新中國成立以後 霍羅根很快的就回國了 霍羅根首先是一個 國際公認的偉大的數學家 在數論方面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國外有人曾經給20世紀的數學家 排過一個名次 霍羅根是中國本土的數學家當中 唯一一個進入的前100名的 排在第90名 霍羅根對數學的貢獻 並不只限於個人做出的學術的成果 他在回國以後 創建的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 培養了一大批的青年數學家 讓中國的數學的研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創建了中國數學學派 而且霍羅根用了很多年的時間 到全國各地的工廠農村 去推廣優選法統籌法 讓普通公眾認識到了現代數學的作用 大大的提高了數學在中國的地位 他也因此深受人民群眾的喜愛 被稱為是人民數學家